对减血运动而言下列叙述合向正确 第一个当加速度最大的时候速度最小 对不对 你看我们已经介绍过减血运动的特性 来为周期性的运动 怎么样 加速度最大时 假如你说你记那个加速度的次值 加速度是什么 是不是等于S omega平方 对不对 只是方向的话是会相反的 考虑像这样的时候是这样 OK 那当你假如知道其实在哪里最大 那个投影的官员你就知道 不计这个数学质值 你也知道在钻点是最大的时候 而在钻点的时候的速度投影是怎么样 管的速度是怎么样 最小的0的时候 你不写 不超这个倒是没有回应 V选项 加速的大小与位移大小成正比 对不对 对你看 考虑是不是就我们对的 这样一定要去对的 是不是 就是S omega平方 那个S就是位移 OK 好 所以V选项跟A选项是同一个 可以一起处理 C选项 速度最大的时候位移为0 速度最大在哪里 速度最大是在哪里 是不是平等点 那平等点我们讲的位移都是以平等点来看 就跟平等点来看的话 其实位移就是0的时候 平等点的时候速度最大 R omega D 你用投影的观点来看的话就可以知道了 那么第一选项 位移为正五一半的地方 速度为最大速度的二分之跟到三倍 对不对 那你这怎么办呢 其实你就用等速率人中用的投影 是什么 简洁远中来看 他讲的是位移为正五一半 来我们看这里 以这个等速率人中的位移为一半 就是从这里跑到这里是不是位移是一半的 这原本是等的是R 这个位移是一半 好 那这一点的位置去找他等速率人中相对应的位置 相对应的位置是在上面这边 好 上面这一点的时候 他的怎么样 你去看这个角度 这是R 他这个角度是多少 从这三角度这个角度位移是多少 这二分之R这个三十度 那三十度最快我现在要算的是什么 是要算速度的投影 我的速度在这边 那我要投影下来 投影在哪里 是不是在这里 OK 有没有懂意思 好 那这投影在这里的时候这是三十度 从这个三角去 你要去看那个角度 你的投影的这个速度 这个三十度 加这个九十度 这个加这个九十度 所以这个也是三十度 所以你的速度是最大速度的 口晒的 是不是三十度 对不对 也就是最大速度的多少 什么二分之跟到三倍 最大速度二分之跟到三倍 所以第一是对的 OK 第一选项 加速度为最大值的一半的时候 位移为正乎的一半 加速度为一半的时候位移怎么样 因为加速度跟位移怎么样 是不是叫你对这个 常常就考了 简学中的时候 你的加速度跟位移是很正比的 你可以简单 就跟你讲的S omega 平花 等速度越远 所以总是R omega 平花 只是方向是怎么样 相反这个S指的是离平能点的位移 跑得越远 加速度就越大方向相反 所以A跟S是成正比的 OK 好 既然成正比 所以你的A变一半 那你的S位移也会怎么样 变一半 OK 刚刚已经讲到这边来了 刚刚已经讲到这边来了 所以我们现在就要看了 我们先看下来 谢谢观看